同学聚餐成的不过是昔日同窗之情,一起回忆当初的青春岁月,学校的美好,一般来说,同学聚会有助于增进彼此的友谊,还能扩展自己的人脉,而且大家也都彼此相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毕竟各自都奔赴社会,生活中难免遇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都说校园里的友谊是最纯粹的,不像社会一样,怀着各种虚假的利益纠葛,因此对于昔日的好友同学,大家也都保持着一份当时的初心,偶尔聚会,有来有往,才能让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 虽说聚会的时候,拖家带口,也是常见的事,却不想,这个名为萧婷的女子,却做出了令人震惊的举动。 同学聚会竟然带着23个亲戚,让原本只订好了一个包厢的聚餐,不得不再开一个包厢,起初同学们都还是极为热情。 对她也是客客气气推杯换展间,大家的感情也似乎更加浓厚,萧婷甚至心里还极为侥幸, 既可以省下接待亲戚的钱,又能参加同学聚会,心里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又赚了一笔, 却不想,竟然在结账的时候,被摆了一道。 萧婷家庭条件不算好,可她又很是要强,总喜欢打肿脸胖子, 不想让别人因为钱的事而看自己不起,心里极度虚荣, 学校期间,每月零花钱只有八百的她,便将一大半的钱用在穿着打扮上, 很少和室友聚餐吃饭,对外只是宣称自己减肥,保持良好体型。 大家也没有,毕竟萧婷确实长得不错,身高腿长,瓜子脸,烈焰红唇, 一头大波浪称得她更是风情万种,在学校是斑花的存在,追求者更是不少, 因此大家都以为她家境不错,也愿意同她一起玩乐。 对于她的一些说法,也没有怀疑,还十分相信,只有萧婷自己知道自己心里的心虚, 可是她并没有改变,出了社会之后,为了不让亲朋好友看不起, 便声称自己是在一家上司公司当高管,月薪好几万, 实则不过是在某美妆店当导购员,但是每当别人问起事, 她都毫不逊色,对于工作内容也是对答如流,让人越发相信, 可是一个谎言就要用多个谎言来圆,正好当时其家中的一个长辈在医院动手术, 很多亲戚都来看望,得知也在此地工作,便彼此约了个时间来萧婷家中做客。 这让萧婷实在是为难,月薪六千多的她在杭州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中, 彼时身上的钱所剩不多,且为了撑门面,不想让亲戚去她租的宅小出租屋。 还特意花了每晚六百元包了一间看起来比较高档的酒店,总共五天, 眼下来了,还要负责招待他们,且这么多人,小饭店她不愿意去, 大饭店,起码又得要用掉一千多,且彼时信用卡也开始催着还债了, 越想越头疼,她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但是又不想让亲戚看不起,于是根本没打算说出实情, 就在她为此烦恼的同时,萧婷突然看到手机上突然暴增的群聊消息, 她竟然忘了,这天正好是高中同学聚会,前两年虽然没有参加, 但也听说过,好像有几个同学做生意发达了, 聚餐一直都是他们那几个人争着付钱。 想到这里,又忘了望屋里一大堆亲朋好友, 萧婷忍不住笑出了声,中餐这算是有着落了呢? 就这样,萧婷在没有通知同学的情况下。 浩浩荡荡带着16个亲戚参加了同学聚会, 当时同学都还没有来齐,为了防止后面出现什么变故, 特意安排了几个亲戚坐在了零散, 已有几个同学坐的这一桌,然后又通知服务员开了两桌。 同学们陆陆续续来齐了, 萧婷更是以一副东道主的模样, 三个桌子来回周旋, 同学们面面相去, 还没反应过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也都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许久, 慢慢地也就明白了萧婷的意图, 本着同学之情, 也没有多说什么, 尤其是其中一个名为张天的男子, 更是开始跟亲戚们聊天,热场子。 而萧婷也在看到张天如此坦率随意之后, 更加笃定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因为在这些同学中, 张天是家底最厚实的, 父母祖辈三代都是生意人, 自己也在行商中先有成就, 算是个妥妥的富二代。 直接萧婷还想追求张天, 可是对方却已经有女友, 对她的表白视而不见。 当时很多同学都在场, 萧婷觉得自己颜面尽失, 之后也没有再找过张天, 虽然羡慕她的家境和钱财, 可是内心的虚荣却无法让她放下脸面, 再加上张天并不喜欢她, 于是她只好放弃, 寻找下一个目标, 但是都不理想。 之前的两次聚会, 她也怕遇到张天, 想起自己的伤心事, 于是拒绝了。 但是这一次, 她却不怕失了面子, 主要是不想被亲戚嘲笑, 有了张天的发话, 萧婷便料定这次吃饭是有谱了, 想到这里, 萧婷忍不住笑出声, 并像个交际花似的, 很是大方的招待, 鲍鱼大虾随便吃, 不要客气啊。 有了她这句话, 原本居住的亲朋好友, 也傲气起来的, 想来是萧婷有钱, 一个个也都不客气起来, 并引以为傲地 向其他同学们吹嘘萧婷有多么厉害。 在得知她是个公司高管之后, 一些没有工作的人也都问起了她的公司, 萧婷随意说了个大公司, 大家更是羡慕不已, 说她出息了, 却没有注意到张天嘴角的一抹嘲讽,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对萧婷敬酒, 希望她帮忙, 萧婷也笑着答应, 说会为他们留意。 这餐饭, 吃得各怀心思, 但也极为痛快, 甚至看到菜桌上还有没吃完的海鲜, 亲戚也都做主直接打包。 然而, 可就在服务员拿着账单准备来结账的时候, 却出现了岔子。 彼时的萧婷再没了刚开始交际花的模样, 而是选择了安安静静坐在角落中玩手机, 她想着在这种尴尬的场合下, 张天作为大老板, 肯定会挺身而出, 自己只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就行了。 然后, 在服务员一句请问谁来结账的时候, 却是一片寂静。 同学以及张天无一外乎都看向了萧婷, 彼时的亲戚还不知道情况, 连忙大声叫着萧婷的名字, 而后很是骄傲地说, 萧婷是没听到, 这孩子可有钱了, 做大事的人心思肯定不会在这里。 此话一出, 更是将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萧婷, 而萧婷望向张天的方向, 却见她也是一副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 便只能硬着头皮上, 心里头琢磨着自己信用卡的额度。 可当她从服务员手里接过账单的时候, 纵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可还是在看到账单上的数额后忍不住地惊呼, 六万多, 怎么可能这么贵? 萧婷难以置信, 可在听到服务员一笔笔的解释后, 脸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慢慢变红, 她万万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她的信用卡完全不够一时心虚不已, 不停地看向张天, 给她识眼色, 可是张天还是那副样子, 根本不理会她, 原来, 在来之前, 其实张天就已经订好了酒席, 考虑到各个家庭的参赐, 只点了些重规重矩的菜品, 只为了能够让同学们更加舒适, 大概两三千的样子, 却不想萧婷来参加同学聚会, 就是带着十六个亲戚, 甚至还照顾他们鲍鱼大虾随便吃, 同学们不好下她的面子, 但也不希望就这样被她占便宜, 于是便都不出手, 而这时被捧得高高的萧婷, 自然而然, 结账这件事就落到了她的头上。 汗水一点点滴落, 萧婷纠结再三, 终究还是说出了实话, 并当着所有人的面谈, 白了真相, 自己确实是想要利用这一次的聚餐, 却在结账时傻眼, 一时之间, 众人哗然, 其实根据法律, 像萧婷这种明知自己积蓄不够, 却仍然大肆花费的行为, 某种意义上来讲, 已经构成了诈骗罪, 且诈骗金额较大, 量刑标准是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期限内的。 不过, 好在同学顾及昔日同窗之情, 也并未刁难, 萧婷也知道了自己的错误, 一开始只是为了让亲戚家人放心, 可是没想到结果却成了这样, 她心里也无赖不已。 看着曾经的亲朋好友, 她再没了当初的镇定, 可也是真的拿不出这笔钱, 平时她的开销都是信用卡, 为了自己的虚荣心, 她曾经买了个几万的包包。 现在实在没钱了, 大家听完后, 其中不免有嘲笑的, 但是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结账为好, 其实这之中大部分的菜品都是萧婷自己点的, 她一直以为是张天买单, 想要坑她一笔, 最后却坑了自己。 大家听完后, 也都有些不好说话, 如今看到她的为难, 也没有再说话, 这时张天说话了要不大家也吧, 毕竟也都吃了, 萧婷感激得看向她, 脸色更加羞愧, 大家听完张天的提议后, 也都觉得有道理, 最后在张天的提议下, 选择了低质, 根据总人数, 各自将自己的那份钱, 转给了萧婷之后扬长而去, 彼此之间的同学情, 也就到此为止。 至于其他的亲戚, 彼时也大概知道了 萧婷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 绝大多数都是长辈, 也不好意思看着一个小姑娘如此为难, 各自凑了钱, 仓皇离去。 萧婷等他们走后, 终于一个人在包厢哭了起来, 至此, 萧婷所营造的有钱, 有能力的人设, 再不复存在。 然而这一切, 本来就是虚假的, 或许一开始, 她是为了自己的虚荣, 撒了无数个谎言。 而现在, 等到真相真的揭开的时候, 她居然没有了当初的压力, 她在同学群里和大家说了抱歉, 又跟父母坦白了所有的事情, 还说之后一定不再犯错, 大家听了之后, 也明白她的苦衷, 最终原谅了她, 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 希望萧婷能够早日看清。 我们下来感 O recommend! 下来看看, 那姜 ぜひ maneu